我們一間企業開還是不開 其實都不是值得報的新聞 但是通過我們去表達商界 根本面對著疫情根本運作不到 因為大部分人 很多員工都要暫停 這一點我覺得政府需要回應 可能今天已經是3萬 明天已經是5萬的話 疫情都沒有辦法開 開也沒有意思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 My Business Focus 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鐘 還有下載 App 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財金經濟資訊了 特區政府定當 按著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指示 將盡快穩控疫情 本來是期望可以年初四 就能夠服業 很慘 今年沒有農曆年的生意 影響很大 當時政府因為我們要停農曆年 就有個5.0步助給我們 但後來年初四就服不了業 政府又說 就會在2月24日有個疫苗通行證推出 所以就因為年初四不能服業 又有個6.0幫我們 就幫到2月24日 去到2月24日 怎知道就不是有一個放寬 疫苗通行證就是實施了 但是沒有放寬 還繼續收緊 而且疫情仍然不受控 你都看到 我們有一些分店 都陸續有些同時確診 因為其實整個社會 每人都會說整個萬的確診 變成在那個牌班上 還有在管理上 都出現了一些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不如預期這麼少生意 又這麼難管理之下 不如停一停 過去的週末 市面人流稀疏 正正就是反映市民 齊心抗疫 有些官員就以為沒有唐程 就可以轉做外賣 但是其實對於絕大部份的 餐飲業來說 其實萬市的生意才是關鍵 因為香港的租金很貴 租了地方請了伙計 其實都是萬市的消費比較高 沒有了萬市 其實影響已經很大 你說外賣 其實對於大部份的餐廳來說 都只是療性於務 既然無法做生意 就嘗試發展一下外賣 叫做給同事有少許事做 但是其實正常的人 就不會走上商場的八樓買個外賣 又不會特意去一間大酒樓買叉燒飯 所以其實外賣的生意 如果一間正常的餐廳 有唐值的時候 去兼做一下外賣就做得到 如果我們沒有了唐值而去做 就只有在一些快餐店 或者它有中央工廠 可以供貨去那裏 用到一種這樣的經營模式 但是我們公司 最少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暫時我們的規劃裏面 都是同時放有薪假期先的 雖然公司已經沒有收入 在那個現金樓那裏 其實都要照出 這個人工都有困難 但是我們都覺得盡量希望 最少在三月份 大部份同事都可以得到 全份的人工 變成暫時都是幫有薪假期 有薪假期如果放了 開始沒有 我們有一個借貸的方案 是給同事借今年的假期 等於預支假期的金額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盡量度過這個難關 但是當然如果真的太久 政府都無法控制疫情 而社會也都是繼續停擺呢 其實我也很不願意見到 但是中二十天都可能要無薪假期 現在第一個要考慮的 就是疫情的大局 這件事我們是無法控制的 如果再像過去三天一樣 由一萬變一萬七 一萬七變二萬六這樣的上升 過兩天可能今天已經是三萬 明天已經是五萬的話 那些疫情都無法開的 即開也都無意思的 即是現在其實香港商界 其中一個面對很大的問題 就是速遞公司告訴我 它要暫停服務 因為太多速遞員確診 清潔公司也都不夠人去清垃圾 不夠人去做清潔 根本現在全香港 百行百業都是面對著員工確診的問題 所以當你那個疫情太過爆發得厲害 其實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迫停敗的 我想這個是政府都要明白 商界是正確面對的一個問題 是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 所以我們也都無可能是逆這個潮鬥的 硬開也都無意思的 但是希望它盡快可以控制住 那對我來說 就是越快就越好 好了